健康体拍齐来动 一起松下肩骨 曾医生你好 其实我们上班族 可能经常对着电脑打字 经常会出现肩颈痛的问题 其实除了肩颈痛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对身体 上班族或者低头族 长期我们颈椎的肌肉牵拉 令到我们的肌肉紧张 除了出现肩颈的疼痛之外 也会出现一个手臂、手麻的情况 也有些人会令到我们颈椎的生理会变直 会出现一个椎间盘突出等等的情况 如果手麻出现的症状 是否只是颈椎引起 还是其他疾病引起呢 手麻是因为我们的气血循环不好 也会影响手麻 除此之外 颈椎还有一个缓管综合症 也会影响手麻 现在就教大家分辨一下 什么时候是颈椎引起的手麻 什么时候是缓管综合症引起的手麻 我们就做一个动作 如果缓管综合症的手麻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的手反 背对着 然后一个向外压 向内压 然后向压的时候 如果十秒内出现一个手麻加重的话 这个就是缓管综合症引起的了 我们现在检测一下 我们是否颈椎引起的手麻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手 我们的头就有一个 去对质的一个牵拉 看看手麻会不会加重 这个就可以检测我们颈椎引起的手麻 下一集将会介绍 肩颈颈麻痹和缓管综合症的预防 以及治疗方法 我们下集再见